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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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道全世界 我們今天再度邀請到賴英泰 那麼上次講到東陵王國 講到鄭成功 因為1624年 現在是2024年 所以剛好四八年 我們都說台灣400年死 是這樣來的 可是鄭成功真正來是在1661年 並不是1624年 1624年其實是荷蘭 那荷蘭來了以後 兩年後的西班牙就來了 那他們這個400年前 是怎麼樣來到台灣 是一個國際什麼樣的局勢下來到台灣 來到台灣之後 又是一個什麼樣的統治 是 那先請教一下 那個時候400年前 荷蘭和西班牙 為什麼會來到台灣 那距離這樣 是 是 謝謝宏羽大哥 就是說 荷蘭人 大家都知道荷蘭人都在台灣 但是荷蘭人為什麼來到台灣 這個故事 不是要說可以說很長 可以說很看 這跟台灣歷史有關 有什麼說跟台灣有關 其實台灣是世界的台灣 所以說 在1624年的時候 荷蘭人來到台灣 台灣才被端上所謂的國際舞台 那當然在這之前有原住民的歷史 但是原住民的歷史可能沒有文字的記載 但是在1624年 荷蘭人來了之後 開始有歷史的記載 所以我們會 所以四百年的開始 是在1624年 這個原因是這樣 那為什麼荷蘭人要來到台灣 這就是 老西班牙人 為什麼 他又在兩年後 他又對 可以說一對他們來到台灣 這個背後 其實有很看的 世界上的原因 現在又來講一個這個故事 你說其實在 十七世紀的時候 大家知道 這點很特別的點 這點就是 荷蘭人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不是荷蘭國國來到台灣 他是荷蘭東印度公司 他是一間公司來到台灣 當然這間東印度公司 其實是現代公司的雛形 但這個東印度公司是 荷蘭政府成立的 還是私人的 荷蘭的比較特色的地方 是在於這樣 就是說 這個就是跟我等一下要講的有關係 荷蘭人來到台灣的時候 其實荷蘭還不是一個國家 這個是最有趣最特別的點在這裡 大家會以為說荷蘭是一個國家 然後他可能成立的公司 來到台灣 那個時候他還在跟西班牙人之間在打仗 所以在這個打仗的過程之中 然後同時他們開始對世界性的探索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會成立所謂的 東印度公司 然後用東印度公司的這個名義 底下然後來到台灣 那荷蘭的特色是這樣 荷蘭是一個共和 共和 連省共和 因為還不是先近代異議的民主共和 當然還不是 但是他們跟傳統歐洲比較不一樣 傳統歐洲是封建社會 他們這個所在是比較特別 是說低帝國 荷蘭以前叫低帝國 這個地方就是說現在德國北邊 歐洲大陸的北邊這個地方 地勢比較低 我們說他們海平面都 他們的陸地都低於海平面 他們都做一些 比如說運河 水道這是荷蘭人的特色 所以他們在這種海上的航行上 水域的航行上 是荷蘭的專長 所以藉此 他們又在北海邊的關係 所以他們發展這種 歐洲海上的貿易 所以他們是有貿易起家的一群 可以說是一群商人 而貿易起家形成了都市之後 都市的中產階級 或者是比較有錢的階級 形成了這個 跟其他地方由貴族統治 比較不一樣的狀態 也就是商人的地位開始提高 這是荷蘭那個時候的一個特色 當然我們都知道 背景也跟文藝復興有關係 背景也跟所謂的宗教革命有關係 本來是天主教 他們也到十五十六世紀之後 他們也覺得天主教有點腐敗 所以在日耳曼地區 有人提出說要改革 變成是我們現在所謂的基督教 他們那時候叫做新教 那這些荷蘭 住在現在荷蘭這個地方的這些人 因為他們算是低地地區 他們也是比較信奉這種新興的宗教 因為他們等於是一個新興的階級 商人階級剛開始抬頭 以前商人階級在封建社會裡面 其實地位是沒有特別高的 因為這個地方剛好是 它是不同的城市 所以它組成了商人階級 然後由這些商人階級 當然他們會共同推一個所謂的執政 所以有一個領導者沒有錯 但是這個執政並不是傳統封建貴族的這種 強調血緣的王室的這種貴族 所以這是荷蘭的特色 所以東印度公司也是因為這樣子而來的 所以他們其實幾個不同的城市 比如阿姆斯特丹 比如路特丹 比如吳特勒茲 這些荷蘭主要的大城市 都是做生意的 那其實每個城市之間 每個城市其實本來是 有點互相競爭的關係 後來他們認為說 我們要一起聯合起來 所以我們才可以 聯合我們的力量去跟別人做競爭 所以他們才會成立一個叫做聯省自治 所以聯省這個概念在荷蘭的歷史 其實很重要 那個省就是台灣省的省 對 以前是台灣省 省 Province 所以這個Provincia 我們說普羅民州城 普羅民州城這個Provincia 其實就是省的意思 就是他們的紀念是說 聯省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講很重要 有一點點像 我這是比喻 有一點點像美國 美國也是不同的州 那他其實自治的程度非常高 然後他比較是一個美利堅合眾國 因為State本身就是國家的意思 對 聯邦連州的那種感覺 那荷蘭也 雖然他們不是這樣 但是各個地方性也是很強 那大家合起來做一個東印度公司 那因為他們是信 因為他們是第一個他們是商人 東印度公司的意思就是 在印度的東方是不是 那個時候 這東印度這個當時是一個例子用語 就是因為大家都想要去印度 因為那個時候剛剛知道說 地球是圓的 所以往東邊走也會到 因為想要去印度的原因是因為 印度很複數 就在那邊可以做生意 買賣一些商品的話 然後做國際貿易可以帶來高額的收入 主要是這樣 所以他們知道 剛剛知道說地球是圓的 所以往東邊走也會到印度 往西邊走也會到印度 所以他們把 所以那個誰 是怎麼那個 美洲原住民 叫做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其實是英文 印第安其實是印度人的意思 對 所以就是說 那個歐洲探險家第一次來到 來到美洲的時候 他們以為他們來到了印度 印度 因為印度 一直想要去印度 對 所以他就看到這個印度人 所以就叫印度人 原住民 對對對 美洲原住民叫做印度人 所以現在美洲原住民現在也改了 因為你說 我們那不是印度人 你叫我印度人 你叫我印度人 你叫我印度人就是很奇怪 對 所以意思是這樣就是說 那印度是一個概念 所以他們把 大概知道說 因為透過 因為荷蘭不是第一個海權國家 前面葡萄西班牙已經探險了100年了 所以他們也知道整個 全球是有東半球西半球 所以他們就是把 東半球的部分 把它設立為是東印度地區 這個是他們自己一個設定 劃分方法 那西印度地區很有趣就是說 一個主要據點是新阿姆斯特丹 新阿姆斯特丹其實就是現在紐約 New Amsterdam 那個時候叫新阿姆斯特丹 後來變英國董事社會變紐約 其實新阿姆斯特丹的殖民地發展 其實跟東印度的台灣的殖民地發展 是差不多同時的 兩邊的那個城市的規模 剛剛開始發展的時候 也都是類似的 所以很有趣的是說 整體的這個世界性的情況 那荷蘭呢 我剛剛知道 我剛剛講說其實荷蘭呢 他那個時候 他是一個商人階級 對 然後他信奉新的宗教 這個其實也是為了跟 他們原本的統治者去做抵抗 他們原本的統治者 其實他不是把王朝 那個時候的那個王室是在西班牙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 荷蘭其實是在西班牙的統治底下 那還沒有成立自己的國家 所以他們打了一場非常長的戰爭 八十年戰爭 那一場有點怕八十年 中間當然有休息過 一段時間 停戰過一段時間 但是整個怕八十年 所以那時候的西班牙也很厲害 我就統治到那個北歐去了 荷蘭的 是啊 因為這個剛才剛才說到 就是歐洲的這種封建制度 他的特性就是說 他一個王室 但是他透過聯姻的方式 他的統治的領土 不一定是連續的 然後他跟別的王室聯姻之後 那可能本來是別的國家好了 那可是 假設他國王過世了 那剛好 那剩下的兒子 對抗是我的聯姻 比我外形 比我外形 那是不是 你就是你成長變成我的一部分 了解 所以他們那種 比如說中世紀的歐洲的那個領土境 並不是連續性的 蠻碎裂 有點飛地的感覺 對 就是到處都是飛地的感覺 然後 哈佛斯王朝 算是很強大的一個王朝 那時候的 那時候的那個中心是在西班牙 往事 所以等於是 商人階級 要跟傳統的這種封建貴族國王 去做對抗 然後宗教也不一樣 因為荷蘭人開始新教 他們要脫離那種舊教的這種 他們當初覺得是束縛 所以兩邊開始有一些競爭 所以 在歐洲的時候 在17世紀的時候 荷蘭人是這樣子去跟西班牙競爭 他同時一方面爭取獨立 同時他們到海外 因為那個時候我剛剛說的 西班牙葡萄牙已經在海外航行 100年了 所以他整個是西班牙葡萄牙的天下 曾經有一度西班牙葡萄牙 一人分東半球一人西班牙 就是說現在的美洲 全部都是西班牙的 然後現在的東半球是屬於葡萄牙的 曾經是這兩個國家 才會有澳門被葡萄牙戰爭 對稱霸了這個世界這樣 好 以前的葡萄牙就真的像現在的葡萄牙這樣而已嗎 那個大小是這樣 那個國家大小其實沒有差別到太多 那沒有很大 但是國力那麼強盛 對因為他們掌握航海技術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是一個變革時代 所以說那時候人家叫大航海時代 想說大航海時代 因為葡萄牙為什麼他們會這麼厲害 因為他們航海技術 他們的船做起來 這跟傳統的船不一樣 具有傳統的船大概是近海的航行為主 沿岸航行為主 他們那時候改良 他們其實歐洲的文藝復興也是有一個歷史 很有趣的是 他們其實是跟阿拉伯去學技術的 包含思想層面 因為所謂的歐洲黑暗時代之後 其實很多傳統古代羅馬 希臘羅馬的思想 其實是沒了 然後變成是阿拉伯人保存這樣的技術 或是這樣的思想 那他們等於是在所謂的文藝復興 其實是有一個部分是跟阿拉伯人 再重新去學會他們以前歐洲的東西來 那同時除了傳統的這些知識 繼承下來之外 新的知識 新的技術 譬如說阿拉伯人其實在中東的海域 其實也是我們都知道阿拉伯人 蠻有名的商人 他們在中東海域的時候 也是靠這個商船航行 所以他們普達人其實是 跟阿拉伯人學了他們的那種三角帆 這個東西 然後再改良他們自己的船 所以他們的船變成可以去遠洋航行 當然這時候又配合一些科學的發明 天文學的觀測 句話就在說的 那時候就在插一件事 以前歐洲傳統認為覺得說 世界是圍著地球轉 後來他們透過觀星 透過天文學的發展 望遠金的發明等等 發現都不是這樣 原來是我們大家是繞著太陽轉 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是 地球本身是遠的 這個也是當初 因為基督教傳統會認為地球是平的 當初他們透過航行 透過各種科學技術去了解說 原來地球是遠的 所以遠的才會我剛剛講的 他們既然想要去印度 想要去中國 往東邊走也可以去 往西邊走也可以去 那為什麼會 他們一開始會往西邊走 因為往東邊走的路 其實是被所謂的 強大的二圖曼圖爾旗帝國 給擋住了 就是說你要往 我們都知道傳統思路 從歐洲一直延伸到 經過中亞到中國思路 這是傳統很 人類史上很重要的貿易路線 這條路線 你就一定會經過 阿拉伯人控制的地方 你經過他控制的地方 你一定會受限於他 你就沒辦法主義做成立 就要去那條路 所以他就變成說 他必須要想要繞開這個 所以導致他們會想要航海 那個原因是來自於這些 科技上也進步了 船也進步了 然後又有實際上做生意的需求 然後這邊受阻礙 所以他們往西邊走 往世界去探索 西班牙往美洲去探索 然後葡萄爾主要是 繞過非洲 繞過好旺角 他們那個時候第一次嘗試說 我原來好旺角 南邊是繞得過去 繞得過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到印度 順著飛到沿岸 航海之後到了印度洋 然後就可以直接到印度 東亞人發現了台灣 然後喊出說 哇 佛摩莎 是這樣嗎 這是一個傳說 傳說而已 這是一個傳說 滿有趣的就是說 其實佛摩莎 這個也滿有趣 佛摩莎是好人家說佛摩莎 但是你如果說是西班牙還是葡萄 還是 他們其實是說 Hermosa Hermosa就是 他們的發音是 H開頭的 所以其實這就是一個傳說故事 這是傳說而已 這是傳說的故事 當然也有 因為河南人去 不是 葡萄牙人 他是全世界第一個航海的霸權 他去到世界很多地方 他說這個島漂亮的叫佛摩莎 所以全世界佛摩莎 看來我不知道幾個 看來幾十個還是幾百個 我沒有去算 了解 我以前在其他地方看過佛摩莎 這個島嶼的稱呼 是 就是這個島漂亮的叫佛摩莎 OK 所以 荷蘭為了擴展 然後 所以 跑到 為什麼跑到印尼去設東印度公司 這個就是這樣 那我們可以講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地圖 拿我拿 好 謝謝 這上面有一些點 可能綠色 綠色的點 這可能大家看了 不一定很清楚 但是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印度 印度 印度是大陸 其實都可以看到 綠色的其實是葡萄牙的勢力 葡萄牙是另外可以看得到說 它其實是從這個 印度的沿岸主要都是葡萄牙的據點 所以等於是整個印度洋區 因為我剛剛講 他們是先出來做生意的 所以這些沿岸 印度沿岸這邊其實沒有標 但是其實包含到孟加拉 包含到緬甸 這邊其實沿岸都有一些 葡萄牙的據點 對不起先問一下 這個地圖是什麼時候畫的 這個是17世紀荷蘭人畫的 17世紀荷蘭人畫的 結果已經畫得不錯了 對 因為荷蘭人就是掌握航海技術 那航海技術裡面當然很重要 地圖是他們很重要的工具 那事實上很重要的工具之外 他們也同時有這個匯測技術 他們可以知道說這個地形 才有辦法去畫出這樣的地圖 所以這相輔相成 你原本可能一個 可能比較沒那麼準的地圖 你實際上去走過這個海岸線 你實際上去測量 然後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說 原來這個地方是什麼 換句話說大概四五百年前 他們就有這種技術了 是 當然這個技術也是 在不同的國家裡面會去傳承 當然最早的航海強權 葡萄牙西班牙 他們當然畫圖也很強 那後來荷蘭崛起之後 阿姆斯特潘變成是一個 畫這種類型地圖的一個中心 變成說他們畫的地圖也好 因為畫地圖對於航海 是非常重要的資訊 你一定要有方向 然後你一定知道要在哪裡 尤其是一些比較細部 我們看這個是比較大圖 尤其是一些比較細部的圖的時候 他要標示說這個岸 這個岸邊 距離岸邊多遠的地方 他的水深有多少 這張圖上面還沒有 他水深多少很重要是 你自然走過才不會擱淺 要擱淺就完蛋了 他們有那種技術可以測水深 他們的技術就是 你先去 要是去滾下去 兩岸線 真的假的 就是有一些比較傳統的這種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先進的儀器 不可能像我們先去 反正就要不擱淺 去探測 對對對 那他們可能先搭小船 小船比較不會擱淺問題 那先去測這個水深 所以他們 常常我們見到一些航海日誌 或是說一些航海紀錄 其實一直到可能到19世紀 他們還在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他們會去量每個沿岸 他一大船開來 他毛先放下來 換開小船 那小船就是這個測量 好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賴英泰 賴老師 來談台灣400年史 那裡那個時候 大概是17世紀的時候 荷蘭人想要崛起 他受西班牙統治 那麼當時的西班牙跟葡萄牙 其實已經有100年的 發展航海的技術了 那荷蘭當時受西班牙統治 他也想獨立 他也想要有自己的勢力 所以他們也開始發展到這邊來 所以設荷蘭東印度公司 在這個印尼 印尼的首都叫雅加達 可是雅加達以前的城市 叫做巴達維亞 這樣 那為什麼會設在印尼呢 好 我們繼續回來這個地圖 我現在就是講 主要還是會回到就是說 傳統兩大獎犬 就是在說葡萄牙跟西班牙 葡萄牙是從東半球 所以其實在印度沿岸也好 或者是在這個 現在中南半島的延伸 其實都是有那個 那個 葡萄牙的據點 包括我們現在知道說 比較全熟的這都是 對 比如說印度沿岸 像這個國阿 這都是很重要的 國阿是大城 對 他之所以會成為大城 就是因為葡萄牙的殖民 然後比如說這個是 斯里蘭卡的首都 可倫波 那個也都是因為殖民的關係 所以興盛了一個城市 然後來到這裡 這也是傳統非常重要的航線 叫做馬六甲海峽 對 現在馬六甲海峽很重要 你看地圖就知道說 它是一個大的島 蘇門達蠟跟這個 長的馬來半島中間 一個狹長型的海峽 所以控制這個海峽 就等於控制整個海域 而且當時其實是必須 經過馬六甲海峽 其實現在還是一樣 必須經過馬六甲海峽 才可以進到 所謂的東亞地區 所以這個地方等於是 控制一個從西方 從印度也好 進入的東亞地區 不怪新加坡那麼重要 沒錯 但是在新加坡興起之前 最早最早在 控制這個海峽城市 其實是在 馬來半島上的 大概海峽中間左右的位置 這個叫做馬六甲的城市 馬六甲到現在也是非常 也是就是 非常重要 戰略地位 對戰略地位之外 他也因為他的傳統歷史地位的關係 所以他有很多層的這種歷史 以及現在也是世界遺產 那個我也去過也是 蠻推薦大家去看看 他有一些華人的移民 對 所以其實跟台灣 我們的歷史有些關係 然後有些比較的這些地方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走一走 玩一玩看一看 這是馬六甲 那馬六甲最早也是屬於葡萄牙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其實很多巨人 都是屬於葡萄牙 那荷蘭人就變成說 他晚了人家一百年 他要出來怎麼樣跟人家競爭 對 所以這個是關鍵點 所以他們發明了一條 荷蘭人也是同時也改良了 他們在西班牙葡萄牙的船的技術上 又再更進一步改良 所以他們的船還好 在當時 更加可以承受這種遠洋的航行 所以他們曾經測試過一條航線 就是 那我們為了要避開 其實傳統的航行 還是沿岸航行 比較多 但是他們想說 我們要避開這個葡萄牙的勢力範圍 所以他們試一下 但是就是說 直接從非洲或者是 直接從印度這樣子 直接從印度的南部 就是越過這個印度 不走岸邊 對 他不走這個 所謂的馬尾六甲海峽 他也不走上面的 印度牙北部的這個漢邊 他直接從下面越過來 所以你會說 他如果從海峽直接來 他就來到這個島 這個島就是爪哇島 爪哇島 對 爪哇島 他從這個水 從爪哇島跟蘇馬達達中間這個水道 這個地方去經過的時候 他就變成說 他可以逼開這條馬尾六甲海峽 所以他發現了這條航路之後 所以他把巴拉維亞設在這個地方 這個其實是河南人來到東亞 為什麼他在現在的印尼 雅加達設立這個主要的據點的原因 的地點其實是來自於跨地道的 那東印度公司 荷蘭東印度公司設在巴拉維亞 距離台灣還是很遙遠 怎麼會跑到台灣來 是 那個時候 其實荷蘭人東印度公司一開始來 的時候他當然是 在巴拉維亞當然是他有一個據點 但是一開始還沒有真的 把總部撕在這裡 他這個都是後來慢慢慢慢演變出來的 在17世紀初期的時候慢慢演變出來 他們最早來當然荷蘭人主要是要做生意 那生意的時候你就要去找一個商品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看這張比較放大的 東亞的這張圖 荷蘭人要去找商品 所以他們找到一個最好賣 在歐洲最好賣的東西叫做香料 因為香料是歐洲沒有的東西 所以你把香料賣到歐洲去 就算非常大的這種價差 可能10倍 20倍的價差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就是想要獲取這些香料 然後他們就找到產商料的這些島 那時候包含肉豆蔻 包含釘香這些類型的香料 其實是非常罕見的香料 只有在那些島上可以種植 所以他們到了香料群島 就安溫島跟班达島 控制那個島 其實也把當地原住民都殺光 其實是算過分 殺當地原住民殺光 小島上面的原住民殺光 他們自己種香料這樣 他們因為他們要控制那個香料的產地 那當然這個 所以一開始他們是來自於 他們是這個香料群島 那你有了原料之後 我當然賣回去歐洲沒有錯 可是我有沒有其他的市場可以開拓 我有沒有其他的商品來源可以開拓 東亞的絲綢 這個是還有中國的瓷器 這個也是賣到歐洲賣到全世界 可以非常高價的商品 然後還有就是日本 日本當然也有產出一些 日本的商品之外 日本有一個重要的點 是日本產銀 銀是不是 銀 銀在那個時候 其實是國際性的這種 很重要的這種交 算是交易貨幣 基本上整個會富有起來 是因為他們統治美洲之後 美洲會產大量的銀 白銀 結果這些白銀都 全國留在日本 去買東西 所以明朝的貿易也是受到這樣的影響 所以他們荷蘭要擴展這樣的勢力 所以他們就往北繼續去探索 當然他們也是想要跟日本做生意 他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跟中國做生意 跟日本做生意 所以當然就有日本 日本的根據歷史現在長期的貧富 這個等一下我們有空再講 當然也要其他我們有空再講 貧富就是鄭神宮出生那個地方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這歷史其實都是聯造好的 對 那最重要的荷蘭的一個目標 是要取得跟中國的貿易的權利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都知道說 葡萄人先來到中國之後 他們在澳門這個地方 那個是中國官方允許他 可以在澳門這個地方做生意 他是唯一一個 算是唯一一個 當時正式開放給外國人的一個 一個 通商的地方 沒有錯 一個港口 所以澳門是葡萄人先去 那西班牙人我們剛剛講說 西班牙其實是走西邊的 走太平洋路線 所以他們其實是跨過了美洲之後 從美洲的西岸 再跨過太平洋之後來到了馬尼拉 所以葡萄人是這邊來 但是西班牙是對另外這邊來 所以他們來到東亞之後 西班牙人的據點就是在 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從以前殖民然後就是蠻長期的殖民 那裡是很重要的地點 當然最重要的目的還是 也是跟中國做貿易 你看就是說 葡萄人他其實是 這不是一個最好的地方 澳門 對 最快 但是中國就是他 中國對於這種跟外界通常 就是沒有興趣 就是外界一直想要他 開放做生意 但是中國一直沒有興趣 畢觀說過 你說是畢觀說過他不需要 因為我自己就很有錢 我想怎麼可以做生意 那個時候的生活是這樣 那 這時候西班牙人來到馬尼拉 那荷蘭人說 其實他澳門馬尼拉離這個 中國都不遠 那荷蘭人講說 那我想要來做生意打入這個市場 但是已經 他們兩個我已經都各自有各自的根據體 所以荷蘭人一開始就想說 不然我現在最簡單 我就去打荷蘭 我跟葡萄人掛招 我就可以沾起來 打荷蘭都失敗 對 所以他才會轉了 這個之前我們談過 他最後他才轉了 那荷蘭的球技師退到澎湖 那荷蘭後 那個是什麼民調的官員 就來說 你不行 伯母是我們民調的 偉馬人 對 伯母是我們民調的 所以你不能在這裡 所以他就預退偉馬人 當然澎湖現在聽好講我這個背 所以他才又透過李旦的介紹 我們之前也談過 李旦的介紹 又是海商又是海道 來到台灣 李旦那個時候就是往來平戶 跟馬尼拉之間在做生意的大商人 對 日非台中的商人 是 所以他就是往來平戶跟馬尼拉 所以這中間他最熟 所以他知道說這個地方 那菅義荷蘭你可以去那個地方 那除了這個以外 他平戶我們剛剛也講 就是說他其實是那個 李旦就是鄭之龍的老大 就是電子宮他爸爸的老大 所以你說電子宮 電子宮他爸爸的電子宮 年輕的時候 就對那個 李旦這個老大 在平戶也做生意 也在馬尼拉做生意 所以他才會在平戶帶母 生的電子宮 他在馬尼拉的時候他就受死 所以我現在看完一下 叫他Nikolas 因為西班牙是那個天主教 天主教 所以他受死後他就一個教名 而且教名叫Nikolas 所以開玩笑叫他Nikolas 是 OK 鄭之龍 所以這個就是當初的一個大致的狀態 葡萄牙人來了 那西班牙人也來了 然後河南人退而就是來到台灣 那西班牙人看到說 河南人拿了台灣之後 一個歐洲局勢或世界局勢的改變 那也因此這個讓台灣走上世界的舞台 是 那 在馬尼拉西班牙人看到說 那我其實本來還算是 馬尼拉還算是離中國蠻近的 那你現在河南人竟然來了台灣 那是竟然是比我更近 所以他就這樣不行 所以他們就試圖去探索另外的航線 就想辦法到台灣的北部 基隆淡水這兩個地方 再設一個據點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河南人來了兩年之後 西班牙人也跟著來到台灣 那個主要的那個大的那個時代的背景 原因是這樣 OK 所以去到西班牙看到南部已經有荷蘭了 所以他就要去沾北部 那河南來到這個台灣 跟西班牙來到台灣 他們 河南統治38年 西班牙統治16年 那一個是一個 他們是一個什麼樣的統治 什麼樣的統治喔 這個其實是 我覺得蠻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其實這些歐洲人 其實來跟黨 其實一開始的生活都是來做生理 要賺錢而已 賺錢而已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各地的商館 他們在世界各地的商館 其實都是一個商館 所以商館就是一個據點而已 他們沒有一定要統治一塊土地 或是弄一個殖民地或是什麼 西班牙有在 商館就有點像分公司 對 當然西班牙在美洲的時候 他是有去殺原住民 那個就是另當別論就是說 當他們要控制原料的原產地 因為他們貿易 所以貿易原料原產地的時候 他們才會去做 這種比如說大規模的屠殺也好 或者是說這種控制一塊大的土地 其實是很花成本的 很花資源 很花人力的 所以除非有相對應的利益 不然他們不會這樣去做 但是當河南人來到台灣之後 這個是一個蠻特別的狀態 就是說他一開始也是在 那個時候叫台灣 就是現在安平這個地方 也是設個商館 蓋一個小的城堡 我們也是在這裡做根據 因為他們主要的想法就是 我跟中國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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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來去 來去去 來到這裡的時候 補充一些食物 水 補給 這樣就好了 繼續往南人下去 往北爪下去 往北爪下去 然後回去歐洲 把台灣當成補給的地方 是 所以那是轉運戰 對 這樣的概念 那後來也是有一點 因作洋差就是說 當地的一些原住民 我們知道台南西拉雅族 傳統幾個大的部落 麻豆社 蕭龍社 這些都非常大的部落 當然新港社是跟荷蘭人比較好 還有一個馬克里萬 就是人家說西拉雅四大社 當中有一個叫麻豆人 麻豆社他們是最大的部落 因為他們跟新港是敵對 新港跟荷蘭人好 所以麻豆就跟著 跟荷蘭人是一個敵對 所以趁著一個集會之下 等於是台差不多六十幾個荷蘭人 你說麻豆社 麻豆社 殺了荷蘭人六十幾個人 是 等於是給他們一個嚇嘛 就對了 說你們不知道哪裡來 這樣我們就土地了 你們來做生意 但是又一步做下班 我就先給你處理 台灣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荷蘭人一直覺得說 他本來是 他本來是來到台灣之後 他跟各個部落保持一些關係 那關係只要良好 我做生意 我不用 你不用來干擾我 我也不用太給你什麼 對 結果因為這樣子一起事件 他就覺得說這樣不行 那要報仇 人家有台這麼多 因為荷蘭人剛來的時候 人數也沒有很多 可能一兩百個人 一兩百個人 人家有台人做的也是很多 那這個狀態很大 所以他們就回去報告 報告為了總部 他們討論結果就是覺得說 他們覺得應該要處罰這個原住民 那當然 所以最後才會變成說 那處罰原住民 處罰原住民之後就是變成說 他其實是聯合其他部落 去攻打的同學 去攻打麻豆社 聯合比如說新港社 是 那就是 在利用這個台灣自己內部的矛盾 然後去跟其中一個去結盟 然後去打另外一個 那逼迫他投降之後 幫會把那個部落削掉 然後人都大部分人逃走了 當然有人被殺 但是其實大部分人逃走了 那把他們部落削掉了 然後他們知道說 原來河南人他其實是有強大的武力 他有這個現代武器 那些時候有火神槍 那現在被原住民看到 哇這是什麼 但我們還在用劍的時候 人家已經有槍了 對對對 那這個狀態底下 所以他們把這個麻豆社控制下來 控制下來的時候 他們發現說 如果說我們控制了原住民村社之後 我們會獲得他們的土地之外 我們可以跟他們收稅 我們可以把這些土地 比如說再找一些別人來工作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產出農住 利益 也可以賺錢 那我可以控制原住民之後 我也可以跟他們收稅 那農住也可以賺錢 那不同的地方 如果我控制更多原住民 是不是他也可以 產生更高的利益 所以這是他們的一種探錢的方法 他們突然發現有這種方法 對 這個時候又再加上 所以他們就開始 越爬越大 高雄屏東 然後 王八爪打更加雞 大概在雲林村裡 雲林是一個 比較大的勢力叫好位人 就是差不多是現在好位這個地方 那邊勢力比較大 所以遇到了一點阻礙 但主要這個南部地區 其實他們平原地區 其實控制起來 控制起來 他們其實覺得不錯 他們去到屏東的時候 我們聽到屏東的人說 屏東的人 他們說那個農嬌 農嬌就是 農嬌就是那個斯卡羅 我們現在行鎮半島 他們聽到那個人說 有產金金 對 說那些人完全沒有掛金 掛到整個都是這樣 讓我們知道 知道這個東西的價值 所以他聽說 這件事情之後 他就開始往南 去尋找 然後到了農嬌之後 他們說其實金子是在東部 所以他們又到北南去 現在台東地區 台東人跟他說 沒有在這在往北邊 其實是花蓮的地方產金 所以這個地方是 河南人開始的 在河南統治中期開始 這個探金的過程 所以他一方面 控制原生的部落 一方面探金 所以本來 本來只是做生理而已 對外做生理 後來發現我內部 如果我控制一些土地 控制一些部落 然後又可以 如果真的找得到黃金 那我是不是可以 又可以採金 然後又可以收稅 對 所以他們其實是 在這個狀態底下 越來越擴大 越來越擴大 這樣 他們其實在其他地方 那個時候 在其他殖民地 也都沒有那麼大 在台灣他特別控制 也很大的土地 然後控制原住民 所以最南到屏東 最北到哪裡 慢慢往北打 就是說剛剛講說 他到現在雲林 虎尾這個地方 有受到一些阻礙 後來也是拍平去打 也是帶在台南附近的西萊爾蘭去打他 打他 打下去之後 然後再往北 就進入到我們剛剛 之前也有提過的大渡王 的這個勢力範圍 也是一樣都是 包含他一開始在狼礁的那個 斯卡羅的祖先 他們其實勢力也很龐大 十幾個部落 後來也是都是透過戰爭的方式 去逼迫他們和談 賴老師剛剛有談到就是說 荷蘭人也要擴張他自己的勢力 也要叫他賺錢 所以到了這個 印尼的首都巴達維亞 這個巴達維亞 他們就派了人來 這個 佔領台灣 那麼在台灣之後 就開始經營 他們最主要是要賺錢 可以收稅 然後可以採金 最主要是要跟中國做生理 要跟日本做生理 那跟中國跟日本做生意 做得怎麼樣 對 這個時候就可以講到說 整個中國的那個時代的背景 整個東亞局勢 現在說東亞局勢 那個時候 我們都知道 那個時候我們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中國是民調 那明朝其實一開始還蠻強盛 應該是到末年 對 一開始蠻強盛的 但是後來當然也是 各種經濟狀況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有一個我們講的 學術上有一個蠻重要的發現是說 以前都覺得說 為什麼民調會滅亡 後來發現 原來是跟氣候有關係 那個時候 現在是全球暖化 那個時候不是 那個時候 全球進入一個所謂的小冰期 反而是氣溫是下降的 你如果在香港 在內陸的地方 你如果再北方一點 氣溫一下降 你可能 你春天播種時間就要延後 你收成時間要提早 你可能 本來作物可以收成的量也好 或者是 池貨好 浸也好 量也好 就沒辦法那麼多 那糧食缺就會開始產生激荒 激荒開始就會產生動亂 因為 大家沒問題 就要用唱的 所以動亂會起來 所以其實後來 學術界有個發現就是說 我們在研究歷史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人發生什麼事情 原來是因為那個時代 之所以民產會滅亡 其實跟這個氣候變化 小冰期有關係 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這個農族 然後最後才導致這些農民 抗疫 那這我就插個話 如果這樣的話 搞不好現在的氣候暖化 也會造成政權的這個 變動 是嗎 說不定100年後來看 我們現在也是這樣子 很久了 對 那除了這個中國內部的狀態之外 我們都知道 其實明朝一開始都有 非常嚴重的這個倭寇的問題 對 倭寇問題其實是 已經很久了啦 好幾百年 那當然倭寇有分 前期倭寇跟後期倭寇 那到了後期 明朝的後期 這裡的所謂倭寇 應該是指 這個在海上搶劫 或做生意的一些 日本跟中國 中國還有台灣的海盜 海盜 是這樣嗎 他倭寇不只是講日本人 對對對 就我剛剛說 倭寇其實有兩期 就是在比較早 明朝明代比較早期的時候 是前期倭寇 那個時候的確是 從日本出來的倭寇 在日本賴戶內海這個地方 那個地方 因為地形的關係 內海很多島嶼 所以產生很多這種 在水上 倭寇上期就滅撐了 看你沒去 看你沒去 我其實是 他是說你人賴 矮小 所以我就是左邊是人 右邊是賴 矮的右邊這樣 所以其實是一個滅稱 那當然 那這個也蠻有趣的 在日本裡面他們 變成製成窩 他們也覺得OK 這個是就是不同的語言 在不同的文化 或不同的國家裡面 不同的脈絡 這個是另外的 我們今天就不細講 那在前期 Walkow當然是 這個所謂的 日本的海盜來的 從日本的內海出來 他們也是生活不好 所以來到中國沿海 他們唱 這的確是這樣 但到了後期 16世紀就我剛剛講 其實整體的中國氣候 開始轉變 然後整個中國的那個 濃縮物的狀態 其實收成也不好 那除了這個 除了這個背景原因之外 氣候原因之外 其實中國的 所謂的東南沿海 包含 從浙江 福建 廣東 其實這個地方 尤其福建 非常特色就是說 整個省都是山 沒有可以耕作的地 所以就變成說 這時候人口開始多錢 但你沒有耕地 那會變成說 大家 沒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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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福建沿海這個地方的人 包含浙江 包含廣東 他們沿海的人 其實就是往外去發展 往外當然 你講好東西做成你 我講廣東 其實是做海產 所以 到了這個石頭 然後他們到海上去 又加入這些 原本就跟 日本人就原本 就在 中國的沿海當海盜 變成說兩個結合在一起 那結合在一起 尤其到了後面 中國人越來越多 所以 民調的官員 自己也是說 其實有七星的海產 七星的渦扣 其實是中國人 這是民調官員 也自己知道的事情 那時候 其實澱巴南 有說過一句話 就是說 扣與商同是人 四通則扣轉為商 四進則商轉為扣 就是說 其實做海產跟做生理 是一樣的事情 跟鄭志龍差不多 是一樣的事情 你如果趕快沒辦法做 他就開始弄唱 因為 你開著做 他就一拔成立人 對 就是 這個就是所謂的 海盜所 所興起的那個背景 是這樣 所以今天 今天也都說過 就是說 電視錄也好 就是 他的老大 比如說 安蘇桌 然後 離庭 就是 這些人都是武裝海上集團 所以 他們 形成的這個背景其實是這樣 到後來當然 這個也回來跟 所謂的荷蘭社會有關係 荷蘭社會剛來的時候 1624年的時候 其實 中國沿海還是很多不同的海盜實力 現在我要說 沃寇就是這樣 還是很多不同的海盜 結果後來有一個海盜起來 一統天下 那就是鄭之龍 鄭之龍 他先幹掉其他海盜之後 他又投降了明朝 然後拿著這個所謂的 官方海軍的這個身分 又來幹掉其他海盜 等於是 藉著這官方的名義 來擴大自己的地盤 後來當地盤又擴大之後 又開始反官方了 所以這個是鄭之龍 他開始擴大他的生意的方法 當然擴大之後 他就在整個沿海 在現在台灣的海峽 然後往北一直到日本到平戶 為止都是他的地盤 然後往南當然也說是他的地盤 所以那時候就是說 有個狀態是 你如果航行於這個地方的船隻 你就要買一支他們的電機 正 你要買一支的電機 還是資 不管你是什麼 用一支電機 你走到這時候 你如果沒有差一支電機 你一定會用唱 就是他整個這種控制了整個 差一支電機你要交錢 對 其實就是保護費的意思 保護費的意思 他們有一陣子說想去跟 去日本造反 去日本造反 這個其實是 其實是 所謂傳言 那 有時候 那個時候的歷史 有一個特色是這樣 就是很多不同的勢力 中國其實官方的立場 跟剛剛講海盜的立場也不一樣 那荷蘭人也有荷蘭人的立場 西班牙人的立場 有葡萄牙人 各個歐洲國家 日本當然也有不同的立場 日本有中央的立場 幕府 剛剛成立了幕府 有地方的立場 地方是最靠近這些 這些海上糾紛的地方 其實是九州 因為離這個地方最近 九州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們用長崎 長崎下面有平戶 那比如說有南邊 有所謂的薩摩 就是現在在陸俄島那時候 陸俄島那時候 那時候還有流球 流球那時候 那不是現在沖縄 現在是日本的 那時候是一個王國 沒有錯 那時候是一個流球國 所以他們其實每個人 每個人 其實都有自己的勢力的狀態 所以每個勢力之間都會 互相合作的同時 互相對抗 那在這互相合作 跟互相對抗的狀態底下 那當然有些話 都會傳染回去 譬如說我要去造反你 其實有時候是假消息 假新聞 跟現在一樣 我為了要影響對方陣營 我放一些假消息 或是說我把他誇大 或是等等之類 這個可能我們現在是 有機會的時候 我們可以講所謂的 冰田迷兵會事件 冰田迷兵會事件 有趣的點就是在於說 他其實是 日本人在荷蘭人來之前 其實就已經在台灣做生意 那荷蘭人來之後 變成說 那你跟我原本的利益衝突了 我文綠在做什麼 你做得好 你現在來就講這個 要開始要收稅 就冰田迷兵會本來 做台灣生意的時候 對啊 因為他就是自己 跟原住民做生意 或是自己跟 去到那裡的中國人做生意 結果你荷蘭人來了 沒錯 我就要繳稅 所以他就抗繳 那中間就產生一些衝突 那這個時候 我們有機會再去講一些細節 這個其實滿有趣的就是說 其實剛剛回到洪怡大哥講的 就是說他其實也牽涉到 日本的幕府中央跟地方的關係 然後 台灣的原住民也牽涉在裡面 這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狀態 台灣原住民的客人 帶去日本去 所以這個故事其實滿有趣的 那 剛剛講到這個日本的狀態 講完中國的狀態 就講日本的狀態 日本當然是有出來有握扣 但是其實日本那個時候 國內的狀態是 剛剛結束所謂的戰國時期 戰國時期差不多是 16世紀的後半 整個日本打的就是 白喜牛巴 就是每個地方 每個領主都是勇兵自重 怕來怕來怕 也是打了好幾十年 最後當然逐漸統一 統一的時候其實是 在我們講的戰國三雄 是資田信長 資田信長是武力最強 然後他兼併了很多小的勢力 之後他成為一個最大的勢力 要求暗散 求他的屬下明治狂叫暗散 暗散之後 本能是之變 沒錯 那個封城 他也是他的屬下封城秀吉 起來接他的位置 才比尤尉 然後接位之後又把原本 已經滿大的政權又在鞏固 又在壓住各個地方諸侯 所以其實在封城秀吉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大致上 戰國時期已經結束的狀態 然後在這個狀態底下 後來封城秀吉死掉之後 因為他沒生孩子 這個時候 他死掉之後 德川家康 他其實看資田信長 其實是工匯的人 那個時候他就是大佬 大佬就覺得說 你沒生孩子 你到晚年才成為一個很小的孩子 就變成說是一個孤兒刮母 認為說他有機可乘 所以他才取而代之 所以最後成立了德川幕府 其實德川幕府他也是經過了 他好幾十年的內部的戰爭動亂之後 然後終於用武力去統一天下 最後也打了一場東西軍的戰爭 官員會戰 又有一些大阪東之陣下之陣等等 所以在這個狀態底下 日本的武力是很強的 就是因為他們才剛剛互相打完 所以是霸凱雄最精英的留下來 最強的路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是 這些西方人也好 中國人也好 其實跟日本人其實是沒得打的 那時候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其實跟平靈明明的事情也有關係 就是說 荷蘭人要去跟日本做生意的時候 他必須是卑躬屈膝的 去求你日本人跟我做一點生意 因為他在荷蘭人在台灣可以靠武力 去跟 去打別人 但是他們到日本去的時候 他們武力是絕對打不過別人 而且那個時候有一個很有趣的想法是 日本人也要打 日本人地方的這些官員 我們在做生意的生意的人 去跟他們打說 就是說 這些荷蘭人是害慘 你如果叫幕府官方認為 認定你是害慘你就完蛋了 因為變成說日本官方 是施力化下來在煩你 所以這個是整個日本國內的 那中國跟日本之間呢 又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因為沃蘭的關係 所以 中國人是禁止 完全全面禁止 日本人跟他們做生意 中國完全禁止 對 跟日本人做生意 對 所以這個時候台灣也 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地 地位的原因是在這樣 來自於 他其實是兩國的一個第三地 所以才會說 其實荷蘭人來的之前 其實就在台灣做生意 中國人就 中國的東西 帶來台灣 日本人 日本人 就是帶錢來就對了 來台灣 買東西回去 對 或是說日本的東西買給他們 所以其實在荷蘭人 荷蘭人來之前 其實就已經在進行這樣的 商業貿易活動 所以這個是那時候的國際 所以產生 冰田彌兵衛事件 是 就是說 冰田彌兵衛本來就在台灣做生意 來這裡報警 也不用繳稅 然後 這個 荷蘭又想要跟他徵稅 所以他就 這個 回去跟 把中國政府倒 這樣 我荷蘭 和我們日本做生意 也不用繳稅 但是我在這裡 荷蘭準備給我們徵稅 然後那時候 這個海盜又很猖獗 所以呢 這個冰田彌兵衛 去這個 中國買貨物 但是呢 又不敢 又不敢運 因為海盜實在太猖獗了 因為荷蘭人的船好像比較用 所以要把荷蘭人船船 船船船船 船船船 他總是把台灣原住民抓幾個 等於把荷蘭幕府倒 說荷蘭人太可惡了 是這樣 然後後來說他挾持了荷蘭的總督 是 那故事有很多很有趣的細節 其實他把台灣的原住民 那時候是新港社的一個頭人 叫做迪家 離家的一個新港社的頭人 他們有一個情況是說 今天如果 這個福爾摩殺人 帶去給幕府將軍 如果福爾摩殺人跟將軍說 我們福爾摩殺人是鬼女將軍的 台灣是不是就變成日本領土 對 他們的生活是這樣 如果台灣是日本領土 你荷蘭人就沒有正當性在這裡 所以我就可以把你趕走 因為冰點的生活是這樣 但這個東西到後來 他們原住民來到 日本到江戶 在幕府將軍那個時候 中那個邊當時的那種傳染病 那個誰 幕府相信就覺得說 我不見 因為我見了你會被你傳染 所以他們原本的想法也沒有達成 所以中間有一件很有趣的細節 然後還有有趣的細節是 那個時候之所以會出這件事情 那個長官 河南長官 在台灣的長官是努伊子 努伊子 努伊子好像第三任還是第四任 他比較有趣的點是他 年輕 二十多歲 就個性比較壞 所以因為我現在就新冠上任 我就在三八五 比較衝 我現在新冠上任 台灣又是一個新的殖民地 我要開拓出一個新的世界來 你做個人來 你怎麼會秀 沒秀秀就給你打 對 然後就 就是因為這是比較 比較這種專項的這種個性 其實公司內部人也都對他有意見 港官是河南人也對於無意見 那時候的傳教師對他也蠻有意見 都有一些衝突 結果被他被冰田迷兵會綁架多久 就被綁架走了 綁架多久 這個其實是後來 包含他被關好幾年 他兒子也一起被關 被誰關 先被日本人綁回去 然後就跟荷蘭人談判 那荷蘭人就想說 好阿不然你先把他放出來 那先放出來之後呢 兩邊談判 那放出來的時候 當然先放給你 日本先放給你 可是放出來的時候 日本人就不跟荷蘭人做爭議了 那荷蘭人就想說那怎麼辦 我要幫你求 因為我要幫你做生意 你本身就是沒辦法做生意 那做生意比較重要 那幫你求 看要怎樣 日本人就說 阿不然你那個 母子回來了 大概有才怪 再來有才怪 所以荷蘭人也是為了利益 也是為了 台灣的總督去抓日本怪 台灣的長官 好這個時間過很快 那我們還會再談 就台灣400年史 接下來有很多的事件 包括荷蘭人在台灣的統治 為什麼會發生郭華伊事件 另外就是荷蘭人來了 是怎麼把西班牙趕走的 在在都在這塊土地上發生 好 好 今次是大家是小天啊 好 我們明天同一說